审视人类2000多年的翻译实践历史 整体来说在可异性与不可异性这一对矛盾体中 毫无疑问 可异性是主导主要的一面 而不可异性是相对从属且次要的一面 而且我们能够预见不可异性的一面 必将不断地缩小 可异性的领域也会日益地扩大 原因主要有三方面 一 异者能力的提高 人的认知能力会不断地上升提高 认知的广度与深度 会随着对外部世界的实践经验丰富而增加 无论是对原文的内容形式所表达的思想文化 还是对目标与形式和文化的操控 都有一个加深认识提升准确丰富表达的过程 圣经翻译就是典型的例子 从公元前希腊七世子译本 到中世纪德国神父马丁路德倡导的 用本民族老百姓的语言书写德语版圣经 历经数代译者的曲折探索 一次又一次的翻译 才有了今天成熟的诠释文本 二 翻译理论与技术的发展 理论指导实践 翻译思想指导翻译活动 翻译思想的探索和研究 给翻译实践提供科学的新视野新思路 例如德国功能翻译学派的问世 使译者从原文神圣不可侵犯的繁离中获得自由 将翻译目的作为制定翻译策略的重要标准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 互联网大数据AI技术经验登场 都为翻译工作者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帮助他们拓展可异性的疆域 三 跨文化交流的繁荣发展 从根本上提升了不同语言间交流的 广度 深度 与效度 跨文化交流虽然不能彻底消除语言间的差异 但正在明显地减少沟通障碍 世界各国的语言在交流中吸收他国的养分 包容意志 丰富自我 两千多年的翻译史和翻译实践告诉我们 在相互接触中走近的不仅仅是不同种族 不同肤色的人 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也正在走近彼此 原来不可疑的东西现在可疑了 随着沟通的加强 译者的努力 相信文学翻译中的不可疑因素 也会慢慢走向可疑 同学们 翻译是语言问题 同时也是文化问题 语言和文化的开放性 多译性 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造就了翻译的复杂性 翻译科学发展至今 理论模式层出不穷 在翻译学习中 希望大家能跳出传统的二元对立的苛旧 更加理性全面地理解翻译理论 在翻译实践中 在坚持语言是可疑的基本信念的同时 正视翻译是有限度的客观现实 发挥才华 大胆创造 努力让更多的不可疑变为可疑 谢谢大家